我现在到了苗栗县的客家大院 这是客家大院的门口 看吧 它这种造型很特别的 应该不会买票吧 记得我以前来过 客家大院 哎呦啊 买票啊 有窗口咧 看吧 看吧 客家大院 苗栗县的 现在天气也不错 哎呦 漂亮 漂亮 哎呦 你说那无铜花 油铜花 油铜花 那车子多好啊 我们等着它 人家都不按喇叭 客家大院 继续走 看车子还可以开到上面来的 走 我们进去客家大院走 今天人比较多啊 因为有游览车来的 走 我们从这里到门进去 我是来过的 客家大院 它这个不知道有多少年历史了 它应该有些简介啊什么的 走 客家大院 走吧 我们逛一圈吧 我在电视上看得过 这是喝水的环保纸杯 在台湾很少用纸杯 都是用纸袋车出来 对 因为那个纸袋也比较小 所以比较不会浪费 在苗栗县的 在那右后方 大院的右后方 大院的右后方 有一个两半年的头里头 在那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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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面 各位可以去 拜拜 参摆 这个大院真的不错 好 看吧 客家大院 今天的人比较多 因为今天是礼拜六 这个是火盆什么的 应该 要这样走 看吧 客家大院 这个大环境就是这样 好热闹 这个火盆 火盆好像是要走S型 我不太懂了 我刚才看他们有走S型的 这个 传统客家婚俗馆 去看一下吧 就是说结婚要准备的彩礼吧 这是乐器啊 索纳之类的 当新娘了 他可以进去做吗 不行 不知道 好了我来当一下S型 这个还有这个 对啊 他抬着是要放下来 这个黏着一拉开 美如天仙 就是没有人够抬脚 好 这边还有婚房 婚床 以前的床 以前的床 对以前的床 你你试过这种床吗 有啊 你也试过 对对 是我家的 也是这种花对吗 一样这个 嗯 这是蚊帐吗 对 对 你看这些你熟悉吗 你以前有蚊帐吗 我家没有 镜子里面照一下 家没有 这些 这些有了 家里 这些比较漂亮的 家里也没有 这个是有钱人家的 对 对 这放衣服的 这个桶子不知道干什么的 你知道 对啊 反正是打水的 哇 这是有钱人家 那个上面有镜子 要大家闺秀 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 才能拥有这种牌架 大哥在笑我 这个是有毛笔啊 可以写字的 这是一张 刷笔的 书桌 刷笔的 会画呀 文案 叫什么 文案 文案 做文案 写字的 谢谢 按键的按 按键的按 好知道了 哇 红刃机 那个这个 在古时候 这个是 算是很高级的了 如果培降有这个的话 那真是很多人羡慕 现在也还有啊 很少的 很少了 现在什么都有了 你看这椅子啊 纯木工的 以前 纯手工打造的 这些都是 纯木工的 没有啊 这种罐子 这我以前 我家也有啊 我奶奶 后来不见了 我奶奶 结婚的时候就有这个两个 比这个小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不见了 你要装什么都可以啊 装米啊 这个我妈 我记得我奶奶 我妈 她们以前用来蒸那个米酒啊 然后 对啊 装米酒的啊 但是你要怎么用 看你自己啊 那这个 这个铜虎 这个铜虎 应该比较值钱 看到没有 传统花酵 我刚才有去做了传统花酵 没有 我看过有些床 比这个还要漂亮的 然后 你家用木雕的 雕很多那种花 嗯 古其风 你有去过里面看吗 哪里啊 古其风 没有啊 庙里面 改天我们去 改天我们去 哇 这个是电话 家庭的电话 对 以前的电话 对啊 可是以前我家没有 以前你家没有 好 好这边去看一下 对啊 你看你都不知道 对啊 这个是婴儿车 你看这是纯手工的 以前的小孩子就是坐在这里面 然后 哦 这个床比刚才那个床 还有 还要特别一点 看到没有 哎 这个床他 等一下 等一下 这个床他就有空雕的 这个叫空雕 八角床 有八只脚 八角床 上面你看人 对 人睡在这里上面 还可以放点什么 蛋液喝水啊 什么都可以喝啊 其实古人的日子 也不会很差哈 古人啊 古人要有钱人才有 你看你看你看这个 这个是古啊 这个敲的古 然后这个是锣 就是敲锣打鼓 就是这样来的 这个 我跟你讲我这是蛇皮做的哦 你不要怕哦 你吓到了 真的是蛇皮做的 哇 这个这个这个 你看 斗篷呢 这是遮太阳的啊 对啊 跟你的帽子有像 布包的 这个是月琴 这个又不一样 对 月琴 对 电视里有看到 你也只能在电视上看 你看 小谷 索蜡 主管服 以前的 以前的人没有太多的娱乐 他们就是 对啊 自己制作乐器啊 对啊 这个是小孩子的衣服啊 哦对 纯手工的 对 这个件 这件是 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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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纯手工的 对啊 看得出来哦 男鞋啊 客鞋很重 对啊 脚要弄得小小的 你说的是三寸金莲啊 天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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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客家女鞋 你说的那个裹小脚 那个很残忍啊 那是人类的 那个以前住邻居 那是阿婆 小小脚 这个是 邦骨 那个 你看我们女的 现在比较幸运哦 躲了个小脚 三寸金莲 躲了好几千年了 哦 对啊 现在还算幸运了 这个都是 农具啊 农具 农具 然后就告诉你们 以前这个 打果子是怎么打的 看到没有 它是缩小版的 嗯 这个骨子 这个骨子 就是以前哈 没有什么 机械化的 几乎都没有 全部都靠人工 靠劳力去完成它 装筷子的 就是一个 竹筒而已 这是泥地的 重庄家 就是要用这些 看到没有 铁房 用牛去拉 牛啊 用牛去拉 对啊 对啊 耕地啊 看到过啊 那个铁房好炸 对啊 猪八戒都扛不动 这也是要牛去拉 对 这是八戒专用的 这一块 哦 这个东西真的是 你要拉 那里面的大酱 是直接的去啊 对啊 油是怎么拉的 你要跟 哦 哦 不错 他弄的土啊 然后里面的 泥地 嗯 这个木耙 这个叫什么 下面这个 以前的那个龙子啊 螺兜啊 螺兜 下面那一块叫螺框 这个就放在牛背上的 这个放在牛背上啊 这个放在牛背上啊 嗯 嗯 我在这旁边的 这个是 公鸡啊 在里面旁边的隔壁 全部是根雕的 用足根雕出来的 哪里 这个是根雕哦 哎呦 根雕啊 哦对对对 看到没有这些都是以前的人啊 有日用品啊 这个是缩衣 下雨就要穿这个 有啊我家有啊你家也有啊 这个这个主楼是就是捉鱼啊 捉鱼 捉虾捉鱼 捉那个黄扇的什么的就放进去 这个家没有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这个我家没有的 不是这是什么怎么用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家没有啊 这个不了解啊 是不是好看啊 真的是古董 这是苗栗的小家人 这是人家客家人 客家文化 他保留下来的一些传统文化 今天留给后面的人看 让他们了解 现在人真的有点多 凤茶 这个地方是不大 房子不大 但是院子很大 一向还走不完呢 可以到各家大人里面来参观 各家文部长 还有内殿 内殿有 三千稻族 芒族娘娘 江太公 王大先生人 还有三太子爷 可以进入殿 过了七星虎之后 可以入殿来参拜 再来坐吧 走啊 我们休息一下 买冰来吃啊 因为今天有点热 你看到他们都在买冰吃 对啊 好 你坐我等一下过来 大家都在拍照 哦 我还以为走S行 哦 跨火盆啊 跨过去 跨 看到没有 老人团 他们很兴奋哦 看到没有 这种团体生活真的不错 好 赶快走 好 走 好了 差不多了 阿姨在催我了 我们因为还要到下一个景点 所以说今天客家大院就告一段咯 下一个景点出发 好吧 客家大院就分享到这里哦 朋友们拜拜